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有单台摄像机和控制单元的一个18V的连接方式 那现在我们讲一下多台摄像机的连接方式 那看我们这里以两台摄像机举例啊 其实多台后面的话连接方式是一样的 一次了一对 那这里看到有一台标清的摄像机 还有一台高清的 那现在我们就是要用这两台来演示 那在控制键盘上面的接线的话 我们是不变的 对了提一下 这一节讲的是 我们用Visca协议的接连 就是如果用Visca的话 是第一台和第二台 它们之间是串联的方式 那么键盘这一端 端子的接线是不需要更改的 只需要两根线出来 接到第一台摄像机就可以了 和之前讲的单台是一模一样的 那多出来的操作就是从第一台的端子 到第二台的摄像机进行连接 那怎么连接呢 用Visca协议的话是采用几点的方式 也是比较简单的 那我们只需要从第一台摄像机的后面有9个口 从第六个口第七个口出来 然后接到第二台摄像机的第三个和第四个口就可以了 那这里我们同样还是把螺丝拧开 再取两根红黑线 拧紧之后确认它已经扣住了 然后把第一台的端子插上了 前面第三个口第四个口是连接控制键盘的 后面第六第七个口是我们要接第二台摄像机的 那这里我们看到第六个孔的话 我们这里用的是红线 那对于针角定义的话 我们是第六个孔第七个孔 是485信号出来 然后接到了第二台摄像机的第三个第四个孔 我们用红线连接第一台摄像机的第六孔和第二台摄像机的第三孔 用黑线连接第一台摄像机的第七孔和第二台摄像机的第四孔 用黑线连接第一台摄像机的第七孔和第二台摄像机的第四孔 再确认一下 再确认一下 再确认一下整个的放大 看下整个的红线 这一根线就是连接第一和第二台摄像机的 第六个接口 红线到第二个摄像机的第三个接口 第一台摄像机的第七个接口 黑线到第二台摄像机的第四个接口 好,线接好了 同样的我们也需要把第二台摄像机的控制方式改成185控制 把最后一个拨码给拨上去 其余的不便 那这里因为我们用了两台摄像机 所以肯定要牵涉到摄像机的地质问题 按正常来讲 我们必须要给每一台摄像机都分配一个地质 但是因为我们用的是Visca的协议 Visca协议的话 它的好处就是会自动分配地质 它会按照你与控制键盘的连接顺序 自动分配地质 这台摄像机为地质为1 这台摄像机地质为2 如果后面还有接其他摄像机的话 它以此会分配为3456 所以这里的我们地质就不需要更改了 那我们要确认一下摄像机的协议 那第一行的话是改摄像机的地质 那这里我们说过的是不需要都改了 那第二个协议我们确认是Visca BorderView确认是9600 现在我们再确认一下第二台摄像机 第二台摄像机 协议和BorderView 也是分别为Visca9600 那么这里的地质 其实你改成级都是无所谓的 因为Visca协议自动分配地质 所以我们已经确认好摄像机的协议和BorderView都没有问题 那么键盘同时我们还是需要进行设置 同样按拆单键 按拆单键 输入四个角 进去之后往下移动摇杆 第三项是关于摄像机的协议和BorderView了 那这里我们看到 现在显示的协议是Visca和9600 已经是和摄像机是一样的 但是要注意底下还有一个是CAM-01 也就是CAM-01 它这里代表这里的协议和BorderView 只是针对第一台摄像机进行的设置 当我移动摇杆 往右移动摇杆的时候 下面的CAM-01就变成了02 它代表当前是对第二台摄像机 协议和BorderView的设置 那这里显示的是PIL-D和9600 那我们需要把这里的协议也改成Visca 大家再看一下 这是CAM-01 这是CAM-02 当你连接多台摄像机的时候 你必须要对多台进行设置 CAM-03,04,05 所以这里键盘需要进行多次设置 同样还是按摇杆上的小圆点 跳转到协议和BorderView 当前面的小箭头指向协议的时候 我们左右移动摇杆 将它改成Visca 然后往下一顿摇杆更改BorderView 确认好之后再按摇杆上面的小圆点 这时候我们再确认一下 CAM-01和CAM-02 协议和BorderView都已经改成了Visca和9600 这时候在显示屏上显示的是CAM-001 代表当前发送指令 是发送给第一台摄像机的 我们控制一下 可以看得到 第一台摄像机是受控的 当我要切换到第二台摄像机的时候 我需要先按这边数字区的 先按一下数字2 然后再按CAM这个键 看到液晶屏上显示的CAM-02 变成002了 代表当前发送指令 是给第二台摄像机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 多台摄像机和控制键盘的连接 并且能够自由地切换 并且能够自由地切换